Hello 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股民当家 我是李欧 台北股市经过中秋节后 有没有感觉到气势慢慢的不一样呢 这个导播 他说有 但是实际上大家都感觉没有 为什么 因为今天还是下跌超过170点 那市场看起来还是动荡 对 没错嘛 看起来还是大家都是很悲观的情景 但是我要跟大家分享 当市场越动荡 资金会越集中在某些好公司身上 那我认为酝酿反攻的机会慢慢的出现了 好 那正式开始之前别忘了 赶快加入我们的Lite App跟Telegram 然后我们的线上影音频道 就是我们的QR Code扫描起来 就可以立刻加入我们的个人频道 好 台北股市为什么说今天大家感觉上还是有点冷淡 虽然是冷淡 但我觉得有一些些的不一样 你看 光看大盘今天是跌171点 成交量还是呈现一个量缩 但今天因为尾盘杀低 所以量有稍稍的比这个礼拜一还有上礼拜五 微微的增加一些来到3,280亿 但这个市场的气氛还是悲观的 虽然呈现的有一些些悲观 可是我们看到台北股市的K线图 它的月线季线半年线是呈现纠结的状态 那很多人就开始担心台北股市会不会跌破前面的低点 19662这个位置 我想你不要特别的去拆 也不要这么的悲观 为什么 你如果做好资金的控管 接下来9月份很快的马上美国联准会要降息 不管是降一码还是降两码都会降息 那紧接着11月份是美国总统大选 那第四季又是电子的旺季 就算它有来到前波的低点附近 很快的它也是会出现反弹 那如果台北股市在美国股市的激励之下 如果美国股市突然大涨 那我们现在是均线纠结的状态 如果台北股市突然出现一根带亮的红K 这样子多方的气势很快的就会扭转过来 我们先从技术面来看 为什么我觉得它还是有机会 往上做一个走高的动作 为什么你看下面的KD指标 MSD指标 这个是短线的大盘的技术指标 都是出现一个正向往上走 黄金交叉 MSD指标也是往上走 那唯一的缺点是什么 就是量能比较低一点点 那我说要等待东风 东风是什么 东风就是成交量要放大 那为什么它可以放大 因为资金活水 台北股市我们的现金股利 发放的时间点 大约都落在这个8月份 9月份 那这个资金进来之后 光是这个2000亿的资金活水 那很多人遇到现在这个大盘 比较悲观情境 而且股价已经有回挡了 这时候这笔钱在投入的话 那你要想要2000亿的资金活水 分批在9月的下半月投入 其实对于台北股市 是相当大的一个贡献 好 那除此之外 这个市场压住降息两码 而且几率高达七成 那大家就可以讨论一下 降息的效果是什么 我们现在知道 美国联准会利率是5.5% 那降息的效果 第一个造成国际的资金流动 所以钱会跑到有效率的地方 降息 那美元它容易走扁 好 所以钱流到新市场 那对于这些借钱的公司 借钱 特别是一些科技股 或是一些半导体的这个公司 它的资金成本会怎样 会下降 公司营运的成本就会下降 那市场上的钱变多 它会寻找投资的机会 那对于公司而言 本益比也会提升 那公司的股价 平价也会提升 在同样的获利情形之下 公司的股价 就可以支撑了它更高的一个位阶 所以降息是有非常多的一个好处 好 那从台北股市今天的整个架构来看 其实是弱中透强 看起来是很烂的 因为今天下跌 这个大方向来看 台北股市总共有1733档 但今天下跌的股票就高达1094档 可是你有没有发现 台北股市今天跌1%跌2%的 就高达700多家 接近800家左右 都是小跌状态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 股价创越近一个月以来新高 有33档 创一个月以来新低 只有19档 换句话说 短线创近月新高的 它的这个力道 是比这个新低的来得很明显的多 而且今天没有任何一档跌停 那涨停的有37档 换句话说 台北股市短线投机的力道 还是非常的强劲 那我们从这个大盘的指数来看 今天跌171点 乍看之下跌很多 那到底谁贡献的 台积电48.66 红海30.47 联发科跌12.53 光是前面五档股票 就贡献了超过100点的跌幅 所以171点 是由少数的股票 所贡献的 换句话说 其实台北股市 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的弱势 好 那再来 目前现阶段大家就是买盘缩手 台积电是我们的全磁网 纵使现在大盘 还在月季线的附近偏下方 可是台积电还是维持在月季线之上 而且连续已经4个交易日在上面了 那接下来市场关注的重点 就是台积电在今年年底 何时能够准时的发货 把这个GB200的这个新晶片 这个Blackwell系列 准时的发货出去 那对于台积电的营收获利贡献而言 绝对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一个正面贡献 那你试想嘛 台积电在这个地方 它能够领先大盘 维持在月线基线之上 如果台积电这里易军突起 突然来一根不用多 来个3% 5%的一个涨幅 那整个现行趋势 就会非常明显的扭转 好那再来我们看一下鸿海 鸿海就弱势很多 鸿海从234.5这样一路走跌下来 目前就是被这个月季线所压制的 那你要它好也不太可能 为什么因为鸿海的业绩数字就是靠谁 它就是靠挥达来支撑它的业绩 GP200现在还没有出来 它的业绩数字就被压抑了 再来联发科 联发科特别弱势 它不但被月线基线所压制 目前甚至于回测200日线 年线的位置 它就特别的弱势 好那联发科 你也不要急的想说 我在这里要去空它 要追空 因为前面的低点981 当时是跌破1000 很快速的就出现一个明显的反弹 所以我想这边你要再跌破前面的低点 也不太可能 好 弱势的讲完了 但是台北股市还是有一些亮点 强势股落在哪里 虽然你看到台积电横盘整理 可是你会发现跟台积电相关的这些半导体的设备商 包含像这个3583的星云 星云大法师 今天人家是攻到涨停板 它本来是在月纪线之下 突然就来一根长红黑棒 攻上涨停 所以你试想 如果台积或是红海这些指标股 它也能够像星云一样 这个半导体的设备 攻上一根长红黑棒 那整个盘式就会出现一个明显的扭转 上拳你看原来它也是在月线跟季线中间的位置 本来也是看起来弱弱的 可是你看突然一根长红攻上停 它今天这个走法 我想所有看到这个现行的人 看图说故事的 你是不是觉得说它要转强了 准备要发动另外一波的攻势了 没错吧 再来联军 其实联军我们8月8号买进至今 到目前为止我们都抱着 当时才118块 可是你看上全 上全是最近才突然出现转强的 可是你们发现联军它是一路的强势 到目前这个位置 因为公司明年还会出现很明显的扩产 而且最近它是在分盘交易的一个状态 所以它的量就特别明显的萎缩 还能够维持现在这个样子算蛮厉害的 好那今天要特别跟大家分享 这个中秋节前 我们特别提到AI独角兽 我说这家公司 它产业地位全球寡占四成 寡占的意义 就是它有一个定价权 有一个主导权 因为跟它做一样同质性的公司很少 台湾就只有它这么一家 所以它的护城河是非常高 它的城墙是很高很厚的 护城河是很深的 而且它的客户群 全球前三大的电信公司 中东第一大电信公司 好都是它的客户群 那我们团队预估它的第四季营收 有机会去挑战历史高 估计明年的获利 也有机会挑战翻倍的成长 它到底是什么样的公司 很多人没听过这种公司 因为很陌生 现官科 它的英文名字叫什么 土拨鼠 光后 为什么叫土拨鼠 你知道吗 它就是做Data Mining 但是这个Data Mining的来源是什么 就是你我的手机 我们平常在用手机的时候 的这一些行为模式 会被它所掌握 它就是手机定位技术的发明人 它的总部跟研发中心 都是在台湾 2001才成立的 全球的专利就有40件 好 这个公司真的非常优秀 好 你要知道它的老板 老板叫邱大刚 董事长 他老板 他就是毕业在这个麻省理 麻省理工学院 美国MIT 非常非常的厉害 他们家就是技术本位 不是那种炒股乱七八糟的公司 完完全全 就是以技术来支撑这家公司的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到底他们在做什么的 大家都知道 这个调查局在抓犯人的时候 是不是会透过手机 他会知道说 这只手机目前位置在哪里 他们的功用 他们的技术 就是透过三个基地台 三个基地台 三角定位去锁定这个手机的位置 不管这个手机是在哪一层楼 哪一个位置 或者是你现在这个车子在高速的运转 在高速的行驶的过程当中 他都可以精准的知道你在哪里 当然有其他的业者可以做出这样子的 这个技术跟追踪 但是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 就是精准度 他的精准度是其他业者所无法比拟的 除了这个以外他在做什么 他在做的 就是我们知道手机从2G 3G 4G 5G 像5G时代 每隔一个新时代都会有很大的眼镜 比如说4G到5G 5G基地台 他的基地台 他的波长变短了 好所以他基地台数量要变多 他的频宽变宽了 好那为了要让基地台 这个讯号变得更好 是不是要盖很多很多的小基地台 以前是大基地台 现在变小基地台 好那小基地台数量很大 你需要很多的成本 可是现光科 他可以透过一种特殊的技术 调整基地台讯号发射的角度 来节省基地台的这个数量 对于这个电信公司这个业者而言 他就可以节省很大的一个成本 好所以我们在这个电信公司里面 我们手机在某一个区域 他的数量是多少 还有他的讯号多少 都是在这个公司的掌握之下 好所以他可以化被动为主动 可以优化用户的体验 也可以帮这个电信公司节省成本 他的定位精准度是业界第一 业界第一 好所以他可以在全国24小时 不间断的去追踪地理位置 还有用户的这个通讯品质的一个监测 那他的客户是遍布这个五大洲 全球五大洲 他可以同时分析超过8亿只手机的一个大数据 这是多么的可怕一件事情 那除此之外 他分析这些数据要干嘛 他知道每一个使用者 你用过什么 这个点过什么网站 看过什么东西 他知道嘛 所以他有这个Data mining的能力之后 这一些数据资料 发给从电信公司那边 得到这些数据资料 就可以拿来做什么 广告跟行销 所以这个目标市场 全球目标市场就高达80亿的美金 所以他的市场是非常非常大的 好 那这家公司目前底部刚刚起涨 因为这是新的公司嘛 知道的人也不多 刚挂牌没多久 从马非常安定 公司股本也小 底部刚刚进场 底部出量 他就是业界所说的AI独角兽 透过AI可以让这家公司 这个挖掘资料的技术 更为的精确 好 那我想在这家公司 今天跟大家分享 其实这公司是好公司 但是一样 适合大家做长营投资 不是你想的这样子 现在一买就离客 直接100 200 300 400 500 这样一直喷 而是他中间有个过程 他是客户是谁 是电信公司 不是一般消费者 所以他的营收累积是 一步一步一步往上成长 但是成长上去之后 他不容易往下掉 所以要长期投资 给他时间 好的 以上就提供给各位投资朋友 做个参考咯 我们明天见 拜拜 本公司以往着绩效不保证 未来获利 且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深深评估 并自付投资风险 哈喽大家好 我现在就在善导寺 我们就来看看善导寺附近的路人 都在听什么歌吧 诶同学同学 你下耳机听什么歌啊 我在听这个 订阅理财桌看频道 我也很喜欢这个 那有sense了吧 拜拜拜拜